两个人就建立了家庭 一个人就建立了信仰 两个人就建立了关联 所以局长你现在是建立信仰最好的时刻 两个人就发展关联了 到了三个人就建立社会 所以我说适合之愿拜三一神 他们很多人搞不懂 我说什么宗教东西我都不太提的 但我提一个东西 假如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形成一个和乐的社会的话 我们用这个来献祭给上昌 而上昌给我们的见证也是一样 它是父子圣灵三位但却是一体 就像我们灵魂体分开 分而不可分它却是一的 对不对 一个社会也是一样 生命生活使命是一体的 灵魂体也是一体的 父子圣灵也是分而不可分 我们把这种